字幕提供 你好 我是萊斯 今天在朋友家 然後 大家回家 他買了一個很神秘的東西 這個東西 是太空窗 白色 兩槍拿不起來 就把這個拆掉了 所以萊斯不舉 不是啦 卡住了 它卡在裡面 所以就是不舉 對 這個東西啊 它是 電動的貓砂盒 你說這個東西多少錢 這個 因為這淘寶版本 大概連運費 我們有幾個朋友一起買 所以大概一台 大概是一萬塊左右 還運費 那為什麼你 你沒有招呼吸嗎 你家貓會不會幾百隻 我覺得你應該買不起那麼多台吧 我家貓有兩隻啊 你家貓有兩隻而已喔 而且你不覺得這個東西 放在客廳 氣美觀又時尚 那你可以像現場表演上廁所看看 好啊 在這個前面 這邊寄來啊 還有 垃圾袋 變壓器 啊這邊是有一個 防滑墊 不過我防滑墊 感覺這個東西 也蠻重的 所以 防滑墊可能也不是很重要 就是因為 我看它的官方說 它地上最好標放的軟體 所以它複製 Kaz 應該是另外一隻上架的 它應該複製 Kaz 就貓咪出來之後 走過去然後 貓砂被ourd掉 但是我覺得 就到時候 感覺貓砂就會直接掉到這個洞裡面啊 啊不是更難清 那應該是裝塵了吧 沒有啊就這樣 裝塵的啊 什麼雙塵 你看中間都可以打開 啊這又可以幹嘛 因為就是掉進去啊 就是你那邊開車 就是跟那車子 車子上面那個 泥砂會掉到中間嘛 那你要清的時候拉開的道路 好 那我們來看這一個 然後這邊有一個窗簾 它就是 讓你可以 對貓咪如果大便害羞的話 你可以用個窗簾 不過應該是不用啦 不用 他們大便會喜歡很難開 然後裡面這邊 有一個 最高夾砂線 就是貓砂標要倒超過那一邊 然後外面這邊有個球體 這個球體可以打開 打開之後 裡面這邊 它下面有個垃圾桶 這個垃圾桶到時候就是 它裡面在運轉的時候 就有貓在大便 大完便 它自動幫你把 貓大便的放到 這個垃圾桶裡面來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東西 到底要怎麼玩 其實你這樣看裡面看得到啊 裡面它不是有一個像是漏斗的東西嗎 漏斗 你看裡面 裡面不是有一個 裡面不是有凸出來的地方嗎 這個喔 對啊 那就是你想像就是 它本來貓砂是平的嘛 然後你進去之後它會轉90度 你貓砂不是掉下來嗎 然後那個 那我想像我們直接實驗一下 然後我們就 把貓砂倒進去 試試看 會不會太多啊 所以現在就按夠囉 對啊 它下面有個按鈕 有沒有 它這邊Wait Wait是不是叫我們先不要按啊 你剛好沒有先按一次嗎 不要那麼多次 Steep現在是換貓砂 然後理論上是現在才要裝貓砂 然後你裝完之後才再一次 好 哦 它現在Stop 2 2000years Later 後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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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起來了耶 後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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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看了它過濾的樣子嗎? 不知道,你就拍裡面吧,它裡面就是 它等於是你到處去貓砂還是這樣子,它就是一直在停轉圈 是嗎? 貓砂不是鏟子插下去拉起來就好 它就是現在放鏟,等一下就在鏟貓砂一直拉 喔,我看懂了,我看懂了 它當這個這樣子過來的時候 它就把那個大便全部擠在上面那個盆子裡面 那個就有點像是貓砂殘 對對對 然後 它再把那個大便衝這個洞 再倒到後面的垃圾桶 達到了自動化 所以這東西就是轉圈圈嗎? 對啊 這東西我們自己建模啊,Cup1個 我們就發大財啊 對啊,這感覺不難耶 買現成就好,要別人 不是啊,我們可以自己去賣啊 然後再通話街開一間店 完了,完了完了 我們要發財啊 阿蕙 你知道買電動貓砂盆最大的問題在哪裡嗎? 對啊 就是,以我的經驗來講 買玩具或是買什麼東西給貓 他們都不要 沒有,我忘記到我把舊貓的手錶 留一個他們自己 就是從上這個 欸,有道理喔 對啊 我買那種超貴的玩具啊 或什麼貓跳台啊 幹,他們根本都不想用耶 那還好啦 然後買那什麼貓砂盆他們都不要 對啊 所以,我們校正完成了 幹還蠻好 蠻剛好的 不是啊,這樣子你 垃圾桶在後面 你每次要清到把它拖出來 對 明天就不會閉嘴 停開 還滿冒人 在耳朵 還滿滿面 我這邊買的 還有一個 二把 也寶寶 二把 再三把 第二把 這把 好啦 這一期影片就到這邊 不過總之這一台它的運作就大概是這樣 蠻簡單的設計 然後這一台就買得到一萬 連玉費大概一萬塊 然後我們是有跟他殺價這樣 還可以殺價喔 就是一次我們一次買五台吧 我買五台很多耶 好啦 那這一期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想要看到更多的遊戲 攻略 介紹 評論 跟貓應該沒什麼關係 那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平常就喜歡然後接收通知 這樣有新的影片才能通知你 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 小鈴鐺 在玩笑 還可以開啟 小鈴鐺 小鈴鐺 ще婦 小鈴鐺 小鈴鐺 鐺 小鈴鐺